南台湾唯一由民間電影社團主辦的社區大學公共贏店 今年已經賣入第六年 今年的主題我不是我 主要有關心失地借和照顧借 四部完成的美電影、魚仔、青書、規廚和春花的全民退休 青三部說的都是葫蘆、紅和母和母子的照顧關係 因為我們在想前面三部戲是比較辛苦的 那我們是不是在退休之後 我們都還清楚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一個安排 那將來在面對需要被照顧的時候 你的孩子或是你的親人 你會有一個比較懂你的需求 那將來在舉捨的時候 會不會就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有壓力 就像裡面那個揮廚一樣 就是兒子如果跟母親在之前有很好的溝通 那將來在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是不是兒子的壓力會小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影片 讓長期照顧者 然後目前身體健康的人 都可以來思考這個問題 將來面對可能失智的這個狀況 或是被長期照顧的狀況 可以有一些比較好的安排和心理準備 四部完成的美電影 都是台南社區大學 電影師 跟很多學識社區員合作的心格 對編曲、讀編和編編 都是社區大學的學員 自己自編、自讀、自編 其中的福前寺和杜亞會 是魚仔裡面 看他們夫婦的角色 都是素人的編編 我算是失智老人 就這樣 有他每天來照顧我 那我都會老換邊 就這樣 我一次惹他生氣 這部片子呢 主要就是以關懷失智老人 或是照顧者和被照顧者之間 許多複雜的情緒 然後希望喚醒大眾 對於照顧長輩 不只是失智的長輩 照顧跟被照顧者之間 他們的心路歷程 他們沉重的心情 能夠帶給大家一個喚醒 然後甚至是一個療癒 社區台下 鳳鳳輝、公共鴨店 我不是我 總在這幾個月 十二月十二月 和十九月兩天 分別在台港文化中心的 德工人會去寫 和新娘的賽書店來奉映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都可以到台南下區台海的網站 算定報名來參加 台南新聞人跟 蔡鳳報德